嗨 大家好 我是男言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你心目当中要购买一款顶级的游戏本 预算是多少呢 如果你的预算比较充裕的话 今天咱们来看一款 很多人梦想当中的设备 说到顶级的游戏本啊 你心目当中第一个想到的是哪个品牌呢 没错啊 相信不找人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外星人Alingwear 作为顶级游戏本的代表厂商 从当年的绿巨人Area51M 到后来的K15 K17系列 无一步展示着Alingwear对于顶级游戏本的独特理解 除了拥有顶级的硬件配置 还有什么是一款顶级游戏本需要具备的素质呢 今天呢 我们就借由这台Alingwear X17 带你一同走进顶级游戏本的内心世界 作为顶级游戏本呢 Alingwear X17在外观方面当然有自己独特的设计 X17呢 整机采用了预言设计2.0所带来的精维曲线 既有锋利的倒角也有圆润的边框 一张一盒之间呢 微妙的平衡 透露着Alingwear独特的工业设计 A面白色的机身上 除了Alingwear的logo以及17的硕大的标志之外 没有其他的装饰 简洁大气 地面呢 依旧简洁 风潮状的散热孔 以及两侧的条形散热孔 标签脚垫 这就是你所有能看到的 整机浅色系充满着科幻感 让人想起宇宙飞船啊 后侧的环形灯带更是点睛之笔 如同飞行器 引擎一般 如今这一经典的设计已经成为家族基因 并且被无数次的模仿 而在打开笔记本之后 接下来呢 进入另外一个视觉观感的世界 由白到黑的转变 即Dark Core暗合视域设计 将所有能够吸引注意力的杂项全都排除 让你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屏幕上 并且呢 机身的边框 也同样采用了Dark Core设计 很好地隐藏了散热孔 扬声器以及接口等孔位 让笔记本的整体外观呢 视觉风格更加统一 除了好看之外呢 Anywhere XL7的身材依旧鲜薄 作为一台17寸的大笔记本啊 机身最薄处仅为12毫米 最厚的地方也只有21毫米 同时呢 XL7在接口方面也很全 除了机身左右的电源 3.5毫米耳机孔之外 主要接口都在机身的后部 拥有两个雷电4 两个USB3.2 Type-A RJ45网线接口 Macro SD卡槽以及HDMI2.1和 迷你DP1.4的接口 覆盖的还是比较全面的 性能方面 我们手上的这一台XL7呢 拥有i9 11980HK标压 以及RTX3080移动版 这个配置可以说是超强了 其中呢 GPU更是能够达到165瓦的 超高功耗输出 i9 11980HK这颗CPU的性能呢 也是非常强悍 8核16线程 最高锐频达到5GHz 通过TCC Offset温度强功能 你可以在BIOS内设定你想要的 CPU上线温度 对于GPU主导的游戏呢 可以来限制CPU的温度 保证帧率的同时啊 让温度呢得到良好的控制 介绍完基本情况咱们来看看实际表现 跑分方面 Cinebench R23单核1601分 多核13230分 3DMark Type Spy总分11135 显卡分数呢11785 PCMark 7190分 实际游戏测试呢 赛博朋克2077 4K分辨率 超级画质不开DLS的情况下 大约在35帧左右 光追超级画质DLSS自动画质的情况下 可以达到40帧 同样是光追大作控制 4K画质2K渲染比例 高画质的情况下可以达到70帧 开启高等级光追呢 可以达到44帧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极限竞速 地平线4 4K分辨率超高画质下 依旧可以达到74帧 玩游戏开启4K画质 以前呢在笔记本端 可以说是一种奢望 那么在Anywhere X17上面 畅玩4K游戏 建议开启DLSS 很多游戏啊 都是可以比较流畅的游玩的 硬件配置呢 可以说非常强悍 但是如果没有更加强悍的散热系统 这也很难发挥出实力 而Anywhere X17 配备了CREOTEC 外星人超级散热架构 包含了4风扇对流通风设计 31号元素等散热设计 其中呢 4风扇对流通风设计中的 4个风扇都是可以独立运行的 根据各方面的情况 智能调整转速 这个功能啊 比一般电脑上的风扇自动调速 要更加独特 当然你也可以用刚刚提到的 AWCC手动调速 而CPU和GPU的散热 也并非使用普通的液金 而是采用了被称为31号元素的 加硅液金化合物 可以带来25%的耐热性提升 以及双倍储能空间 我们来拆机看一看内部做工的情况 通过拆机可以看到 两大两小四个风扇 占据了机身内部不少的空间 不过呢 似乎没有看到常见的几根热管 这是因为呢 X17采用了倒装主板设计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主板的反面 CPU和GPU都在另外一面 同时不但开出 Aliware X17主板面积不到 但却塞下了一颗i9处理器 以及RTX3080的GPU 得益于这块超高密度的机身主板 Aliware X17才能够拥有如此的性能表现 以及如此薄的机身厚度 下面咱们就看一看 实际测试当中 这套散热系统表现如何 现在正值酷暑 室温都在30度左右 我们不开空调的情况下 来进行功耗测试 A64单烤CPU半小时 可以看到CPU功耗一直保持在75瓦左右 CPU整体温度在87度左右 同样环境下 甜甜圈单烤GPU半小时 可以看到GPU最高来到162瓦 温度则维持在77度左右 最后是极限双烤 半小时可以看到 CPU的功率维持在45瓦 温度维持在86度左右 而GPU则是160瓦 温度在82度左右 表现还是不错的 总体来说 应对CPU和GPU 这两个功耗恐怖的性能怪兽 Anywhere XL7的散热系统 还是非常给力的 即使是夏天室内 较热的温度 也能够让温度得以控制 特色功能方面 想要拥有一台电脑 更想要完全的掌控它 外星人制控中心 AWCC 可以帮助你从各个方面 掌控你的电脑 如果你觉得 Anywhere XL7的外观有些低调 通过AWCC 你可以设置五彩跑马灯效 怎么选怎么来 当然我个人喜欢默认的冰蓝色灯效 这和白色的外壳非常的搭配 你还可以使用AWCC 来调节CPU GPU 以及内存的频率 电压等参数 喜欢超频的发烧友 可以尝试这方面的功能 还有风扇的转速 温度的控制 以及音效等方面 都可以在AWCC当中调整 除了软件上的体验优化之外 在硬件上 A6R XL7也能给你带来 优秀的操作体验 众所周知 笔记本的电脑键盘 一直以来都是弱项 由于其手感等问题 大部分用户会选择外接键盘来使用 不过本次在AWXL7上面 外星人选择了和Cherry合作 搭载了X型OE式机械键盘 拥有1.8mm的建成 段落感非常强 敲击的手感 类似于矮青轴 非常的清脆 屏幕作为笔记本最重要的部件之一 体验方面也不能差 AWXL7提供了三种配置供你选择 分别是1080P 165赫兹高刷新 1080P 360赫兹的超高刷新 以及4K 120赫兹 我们手动为大家展示的这台 就是4K 120赫兹的配置 不论是办公还是游戏 都能给你足够震撼的体验 这块屏幕我们体验下来 拥有500尼特的高亮度 4毫秒的响应时间 并且支持100%的Adobe RGB色域 这段时间我们用来打游戏 看电影看视频 用来剪辑视频 用来修图 都可以非常完美的胜任 不能看出A0WXL7 不光是在游戏性能方面 达到了顶级游戏本该有的要求 在外观设计 散热方面 软硬件优化 屏幕表现等多个方面 都是顶级游戏本才能够达到的理想配置 当然了A0WXL7 并非只有顶配版本 不同的配置版本 覆盖了从1万到5万的价位区间段 CPU也从i7的11800H 到最高i9的10980HK GPU也是从RTX3060一直到3080 如果你是一个资深的游戏党 但是预算还不是那么多的话 那么i7版本加上3060的组合 其实在目前阶段 也是可以满足大部分的需求的 预算充足的话 还是可以选择3070 或者是更高的发烧级别的i9加3080的版本 如果你对于便携性能有要求的话 那么A0WXL5系列也是不错的选择 通过这款笔记本呢 我们也能够看到 作为老牌游戏本厂商 A0W一直以来都保持着较高的产品水准 尽管在近年来也出现了不少的挑战者 但是A0W依旧是以优质的产品来打动的消费者 外星人还是那个外星人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 外星人A0W X17的快速体验了 我是答言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